9月9日,全省新增感染者5例,其中包括确诊2例,无症状感染者3例,5例感染者均在隔离管控人员中发现。 9月7日至9日,丹州市已连续三轮全员核酸检测,未检除社会面新增感染者。 经丹州市组织专家组综合评估并报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护部备案。 丹州市已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的目标,至此,海南省已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的目标。